台灣資安的未來十年 以國安的面向思考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資安跟國安是等同的重要 那我們特地邀請到資偉來分享台灣的未來資安十年 那我們掌聲歡迎李資偉 我們今天的主辦的總召 陳柏堯鄭仲儒 以及主持人翁浩正 那我們在場有我的前任的李德采禮面試 還有我們柯惟伴的李富植密禮儀節 我們在座非常多的這個領域的先進跟好朋友 大家好 我剛本來在想說總召我要用他的中文名字還是英文名字 我怕他中文名字已經忘記了 可能很久沒有人用中文名字叫你們了 不過複習一下 我想剛剛總統致詞 大概已經把整個我們資安的2.0的最核心 跟之前李德采院是在處理的那四年的工作 事實上大概講的輪廓都講得很清楚 那在昨天發生了幾件事情 等於是送給我們HICAM的這個 這個大會一個非常好的禮物 那這個也是總統指示一段時間 已經公佈了之前是金控 所有兆元金控要設資安檔 對不對 你有資安檔就會有資安處 相關的處你就要人 那這個是現況的17個 那事實上他在前一陣子有在宣布另外一個措施 是2022年的首季 也就是明年的第一季 還有70幾個金融保險證券業 有一定規模的都要比照金控去成立 資安長跟資安專責組織跟人員 那昨天呢 大家今天早上的報紙應該可以看到 電子報看到的是另外一個 大家討論很久的一個議題 就是說除了金融這樣做之外 其他的行業 其他的產業要不要做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明年底前有111個百億以上的公司 都要設 資安長 資安主管 在家至少兩個專責的人力 所以一次還多四人 這樣子 剛剛陳振然看了這個新聞丟給我之後 的第一句話說 那麽拉松 哪來的那麼多人 那再來就是2023年 在過去那一年 所有有賺錢的公司 都要設資安主管跟專責人力 這個如果用最少兩個人 至少要2000多人 所以我們很感謝我們 HICAM的團隊跟各位在座的 現場的我們好朋友 我們多年的努力 在培養了這些資安的人才 資訊的人才 那希望這樣的需求出來之後 我們的人才能夠擴大供給 那順便跟大家補充一下就是 教育部也在這個指示之下 人才的供給端是一個大問題 大家事實上顧民事長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 就提到說半導體人才要增加1萬人 那資安人才如果要增加幾千人 那台灣的人從哪裡來 我們怎麼去培訓更多的資安人才 待會我投影片裡面 我也稍微介紹美國怎麼做 那這個是從教育部上面 明年開始又會增加800個學生 包含300個大學部的推增 加500個研究生 然後又加80個師資 就4年增加80個資安師資 所以等於希望從供給端 把人才從教育的供給能夠提高 那科技部也配合相關的研究計畫 剛剛總統提到的 李毅潔教授在負責的CCOE 那怎麼樣讓更高階的人才培育 也能夠同步 那這個都是一個重要的搭配 那經濟部也同樣在昨天 事實上也通過了行政院的討論 通過了我們在整個討論裡面 那這些投資總是要給一些誘因嘛 對不對 你有需求有人了 那產業的投資給誘因 那這個誘因就是投資抵檢 所以昨天也通過了一個資安的產品 跟服務的投入抵檢 那初步是定2021年到2024年 所以大家這幾年 在資安的產品跟服務的投入 都可以做投資理解 那實際的細節 我想經濟部很快就會公佈出來 跟財政部 這個都是在昨天發生的事情 經過一段時間討論 那我們很開心就是說 為什麼行政院昨天都拍板這些東西 看起來是為了祝賀我們 HITCAM 2021的開始的活動 大家覺得好不好 很巧合 因為行政院會都是禮拜四 所以禮拜四通常會有大的決定 禮拜五會上報 或禮拜四下午上報 不過這些討論 從人才的需求 供應 產業的需求 大概都是這一段時間非常重要的 那國發會除了剛剛大家在現場 看到startup的新創之外 上國科 國發會 也在國發基金 特別弄了30億的 第一筆的錢 準備投資資安新創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國發會投資 他這一筆新創的投資是比較快速的 就是不需要一省二省好幾省 快速可以投資的 先丟了30億 目前成效不髒 所以大家趕快 來跟讓國發基金的投入能夠好一點 至少趕快把這30億用完 讓台灣的產業能夠好起來 再來就是所有的產業的計劃 都要有相對應的資安投入 也就是說不只資安產業要有資安 所有的產業的投入 所以政府的所有投入 明年很多的計劃 每一個計劃都要有7%的資安投入 那目前國發會正在處理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投入跟裡面到底有多少比率 要分什麼樣的成年還是時間 來要求國產的產品跟服務的比率 因為之前的前瞻計劃是要求50% 那我們也希望後面的這些比較多 各個產業的投入能夠更多 那我想我在開始前會先提這些 就是因為這是最近剛剛處理完 正要公佈的事情 因為已經有媒體也揭露了部分了 所以我開始這些 因為他也不算是confidential 所以就先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至於我的這個三個部分 因為既然有2.0 那剛剛總統事實上已經把1.0講完了 那真的1.0的執行上 就是李德彩院是在負責的 那我們真的很謝謝他以前 我記得總統講過說 從無到有是最困難的 那我們2016年開始資安國安 開始之後 那時候還沒有資安處 所以也沒有資通電軍 也沒有資安管理法 所以等於從無到有 所以我來的時候 顧立雄秘書長就說 事實上他在經管會當主委 他知道落實非常的困難 就是你有法了 你有組織了 你在國防上有資通電軍了 那你怎麼落實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開始著手2.0的規劃 那這個就是原來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段期間 就這一年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幾個重要的總統的政見跟制裁 第一個就是總統把資安到國安 事實上是在2016年的時候 那接著他就提到 守護台灣安全的三道防線 一個是民生一個是民主 那第二道防線就是資安 那我想剛剛總統在看幾個攤位的時候 跟大家互動也特別提到 那會前跟總召 在聊的時候 我想總統也特別提到 他覺得資安一定是台灣 在全世界的逆取 所以從去年開始 總統就不斷的召集相關的部會 那要求國安會去負責處理 這個把資安當作重點來貫穿處理 所以包含本來5加2產業 本來六大核心產業 裡面只有一個是資安產業 其他產業都沒有資安 現在是所有的5加2的政府的投入 所有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全部要一開始 Security by Design 就要把資安想進去了 對不對 不然你沒有資安做進去 到時候生計的投入出問題 到時候船艦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還有國防產業 對不對 我們的船 對不對 我們自己動一些飛機 那假設沒有把這個資安弄好 可能我們最近還要一些 在科技部昨天也公布了一個好消息 對不對 台灣第一個學術用的發射場域也出來了 太空計畫第三期要投入數百億 這個計畫也完成了 你說台灣要配合在未來低軌衛星的使用 把太空產業變成一個產業 以前太空可能都在國立的競爭或國防上面 那未來它會變成一個商業的產業 所以科技部也提了這個 那原來的規劃裡面 也沒有任何衛星安全 傳輸資料都沒有考慮到 現在全部加進去了 太空中心最近跟中科院 也密集在討論相關的議題 所以這個就是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從總統到資安專案小組會議 只才就是顧綠熊秘書長 每個月我們就會在重大政策跟行政院 這邊就會有固定在政策討論上的一些議題 那包含怎麼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從之前的中油的事件之後 台灣就很少發生很大的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事件 反而是美國發生了很重大的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事件 造成它的油沒地方加對不對 那這些問題造成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去分享我們的合作 像我們有一組同仁現在正在歐盟 來說明一下我們中油事件之後 我們怎麼去分析怎麼去協作 從政府到民間的關鍵基礎 這個題目是對方要求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資安事件的出現 如果處置得當 它事實上不一定是壞事 它可以造成很好的聯防效果 又可以做到非常好的國際的行銷跟合作 所以我們最近就可以看到關鍵基礎設施的部分 剛好國際上在這一年 關鍵基礎設施問題特多 所以變成我們在國際合作上 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供應鏈的安全 這個事實上要謝謝我們台灣的產業 尤其台灣半導體產業在有全球重要的地位 所以被美國認為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我們佔的比率太高 我們扪心自問 假設我們看到某一個產業在某一個國家 再有率超過六成 那我們也會擔心啊 對不對 所以台灣就被美國的供應鏈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最近有出一個供應鏈的安全的報告 兩百五十元我都沒記錯的話 裡面台灣是在半導體這個領域被列為一個 對美國來說高風險的區域 那所以等於供應鏈安全也是我們最近 很重要在國際合作上的議題 那再來就是我們很多的委外廠商的管理 因為後來很多資安事件 結果都發現是委外廠商管理不當 因為政府的人力上是不太夠的 所以我們常常都是透過委外廠商服務 然後合約上雖然都說不能夠 必須要實體隔離怎麼樣 可是我們常常看到實體隔離 可是一條專線拉到廠商那裡 廠商就是Internet 這也是我們最近在政策上處理的幾個重點 那依據這個重點 再加上剛好最近幾個國際的事件 包含美國的油管事件 那這件事情讓美國都宣布進入緊急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覺得 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重不重要 那這個資安的在整個財損這個報告 以前我在學校的時候常常說 資安的產業來做那個演講 我們都跟他講說他們都在恐嚇取財 要恐嚇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每天都有一堆事情 我記得以前區市 董事長在20年前剛開始 回台灣沒多久在學校演講 然後大家第一個喜歡問的就是 是不是你們家自己放病毒 大家中毒之後誰要去買你們的防毒城市 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講的是說 資安最重要是trust 只要他們公司有做這件事情 一定有員工參與對不對 那這個員工做一次之後就不用賺錢了 就每天恐嚇他就好了對不對 因為他的信任就沒了 那事實上整個我們發現 因為資安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戰爭 就是說攻擊的成本相當低 可是防禦的成本相當高 所以他基本上你做防禦 我們在資安的這一些大家 就會發現我們非常辛苦 可是攻擊端可能不太辛苦 而且賺的比我們多 所以我們以前在資安界常說 學校老師要做的不是教同學技術 因為同學技術都比我們好 我們要教同學不要做壞事對不對 那走到我們企業的防護 國家的防護上面 那這是我們之前 連帶整理的美國因為油管事件 因為微軟的Exchange的漏洞 對不對 因為SolarWin的事件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都有台灣參與的影子 比方說Exchange Server漏洞 微軟只感謝一個公司 就是Devco對不對 那出了這些事件之後 就剛好拜登政府上任嘛 所以拜登政府在總統府裡面設了資安的director 他在他的國安會裡面 特別把副國安顧問是資安的背景 大家可以去查他的副國安顧問 安倫伯克他就是資安的這個領域 所以他就負責全國的資安的管控 所以他們開始由總統府國安會開始去coordinate這些國防 甚至國土安全部的CSA 給了很多政策的指示 所以從總統府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行政命令就出來了 我們常常在這邊要記什麼 他的EO多少啊 那基本上就是軟體供應鏈的應處 那聯邦政府網路安全 那國土安全部因為關鍵基礎設施在美國是國土安全部的 在台灣關鍵基礎設施的處理 台灣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有國土辦 我們有國土辦是一個雖然是看起來像是一個辦公室 可是他也是正式組織 可是不像資安處規模這麼大 所以我們還是以資安處當作主力 協同國土辦來處理 那他的副國安顧問 大家可以看到YouTube上面也有他的演講 他就開始一直對外提到這個 這些資安的重要 國際合作的重要 那要求很多國家加入一起處理 因為資安一定要跨國合作 就在國內境內你一定要大家合作 聯訪 境外一定要大家合作 因為攻擊是來自境外嘛 對不對 大部分可能很多都還是跳板 那美國的司法部就開始會有一些指南跟起訴 像我們中油事件上面 美國司法部的起訴 還特別謝謝我們中油公司 跟相關的團隊的協助 就是利用各種手段 去讓這樣子的事情能夠變少 那除了這樣之外 那我們在台灣常常都說那個 以前那個 我們中央銀行喜歡找業者喝咖啡 對不對 結果拜登政府也學了對不對 他找一些企業喝咖啡 他們喝咖啡的成效不錯 結果我們看到微軟宣布了200億美金的資安人才培育計畫 他要培養20萬個資安的人才 只是他這個計畫裡面 目前規定所有的獎師跟學員 都要是美國公民 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大家對資安的信任的要求這麼高 那Google丟了100億美金 準備培養10萬個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光光這幾個大企業丟在資安的人培 就是幾十萬 而且是企業的投資 他沒有要求政府丟很多錢去做資安人培 因為政府的規模一定比企業小 所以我們最近也一直希望說 微軟跟Google這些資安人培的合作 能夠跟國內的比方說民間Hitcom 對不對 或者是政府的相關的單位有合作 否則這個資安人才缺口那麼大 他的這些培訓計畫怎麼如期可以完成 其他的有幫國家也陸續有這些request來跟台灣說 我們能不能有資安人培的Program 培養更多的國際人才一起來合作 那這個也是總統之前指示的說 假設台灣資安人才不夠 那可以多培養國外的人 不一定要在台灣工作 也可以在國外幫我們對不對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看到 美國最近一步一步的 自從他國安會總統府開始有這個政策的投資後 他的很多的步調再走下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非常有一步一步在處理 他接著就剛剛的稀撒 我說今天我們Hitcom實在是很厲害 今天是美國的感恩節對不對 那現在是美東時間的 剛剛他講完就半夜了 我說我們疫情期間很辛苦 就是跟國際視訊的時候 不是我們早上五點就要出發 就是他們早上五點就要出發 就大家的視訊會議就會變成 你如果拖太晚假設晚上七點 對方就是早上七點 你可能要處理你可能五點就要出門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他們會這麼晚還願意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覺得國際合作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這些國際的盟邦 有更多的交流跟合作的 我們可以開始往下推 那政府科技電信資安產業 怎麼來做一個聯訪 那我們國內也開始在推這樣子的合作 我們待會會給大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總統在最後提到 高手在民間嘛 所以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資安高手 到政府部門 其實不可能 李毅潔教授應該是深受其害 那個CCOE根本找不到人 政府的薪水根本找不到人 調查局本來的 大家之前應該有看到 調查局的猴子的那個新聞嘛 調查局的薪水在政府算多的喔 可是他們上次十個約聘雇也是零個 垂波人啊 正值比較容易找到人 在調查局的約聘雇是找不到的 所以就會看到說 這樣子的政府的預算 各方面怎麼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剛好在辦行政院 今天九龍尾處長可能下午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剛好辦國際工房演練Code的比賽 2021CSA是拿到第一名 那他們的分享說CSA今年 明年要拼一千個資安人力 觀光CSA要增加一千個人 那他們提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薪水 很難跟民間競爭 所以怎麼樣有一些誘因 那歐盟跟美國一樣都開始推了 網路安全認證的架構 那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最近公佈了一個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正在看大家的回覆嘛 也就是說美國覺得資安必須要 順所有的東西都會出問題 因為你不可能資安的不可能說人不生病嘛 應該說生病之後你怎麼處置應變 所以在每一個環節裡面 事實上都要做這個 所以他也提醒我們說我們應該考慮到 假設我們今天的會議網路斷了 那我們怎麼處置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會議停電了 我們怎麼處置 所以在資安的作為裡面 就會很辛苦 就是你要考慮到各種可能 如果沒有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在美國的國安會要處理的 就是這種非常不容易發生 可是萬一發生的可能很嚴重 他們要事先把這些東西規劃好 所以他也希望台灣能夠配合 大家有一致的標準 一致的處理模式 一致的默契 讓大家在合作上比較不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網路安全的認證 接著就會越來越多 像美國國防部推的CMMC 對不對 美國政府推的零信任架構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以後可能會變成一個要求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通過CMMC Level 3 你可能沒有辦法賣到美國政府或國防部 那台灣要不要導入 我相信是要的 因為台灣蠻多企業的產品跟服務 是做給美國政府 對不對 那假設美國覺得未來零信任架構 是一個標準 那NIST把它定義出來了 變成一個國際標準 那大家可能就會Follow 對不對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這種需求 所以一個大問題了 人要為多來 人要為多來 我想在座有聯發科對不對 有很多我們很容易找到人的公司 最近應該也有這個困難 那前一陣子Google說要到台灣 從兩三千人要增加到七千人 希望逐步從兩三千到五千到七千 然後一些國際大廠紛紛的 都要在台灣增加研發的單位 包含微軟 Amazon Facebook 那以後這個短期的人才大戰 就是一個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們可能還要面臨 像之前聯發科面臨到Colcom的搶人 對不對 那以後可能更多人會遇到 更多的國際企業到台灣來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的人才素質實在又高 又不會告公司說什麼加班什麼超時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為什麼適合在台灣發展 不適合在美國發展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供應鏈安全跟產品的安全 幾乎是現在全世界重要的議題 上個禮拜 澳洲有辦一個雪梨對談 那那個對談實際上本來應該只有台澳雙邊 應該是當初李玉潔教授跟李德財院士 在的時候處理的 今年澳洲主辦把它擴大 辦理美日印澳都邀進來了 還有韓國 就變成一個多邊的一個論壇 那這個論壇裡面他只邀請台灣 在一個session給一個talk 那個session就是 就是關鍵科技原件跟供應鏈安全 那那時候我覺得這個台灣 因為其他的網路啦 什麼那些軟體國際都有嘛 所以我們就推薦了 那個歷望的徐千祥董事長去講晶片安全 結果聽說對方非常開心這個題目 那這樣子的供應鏈安全從晶片對不對 一直到軟體跟服務 可能都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key 因為否則你會像微軟出問題 那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也不是我做不好啊 就微軟出問題啊 對不對 Google出問題我們怎麼辦 iOS出問題我們怎麼辦 前一陣子iOS出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大家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只能趕快的更新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合作跟快速的應變 就變成是一個全球的共識 好 那我們後來整理了之後就發現 包含供應鏈產品資金人跟腦 大概就是全世界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接著從這邊開始 當然大家就可以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人 那防禦之外我們重要的是產業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重點 很重要是在產業 因為產業起來人才有地方去嘛 所以為什麼總統一直要求 把需求端創造起來 把產業創造起來 因為他覺得如果產業沒起來 大家培養這麼多的人 他們大家只好往哪裡去 對不對 啊到了聯發科做資安很好 到金控做資安很好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可能去做其他的了 像之前Heakam有的人到Google 不是做資安嘛 對不對 只是薪水比較高 好 那接著全世界也共同在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主動防禦 幾乎Proactive變成我們看澳洲 以色列的Cyber Security的政策 也都提到這些問題 就是說你不能只是防禦的 你要早期預警 你要應變 你要維運 所以總統在關鍵基礎設施一直強調韌性 包含你怎麼讓任何一個東西出問題之後 你可以至少服務到你要的地方 而不是一個地方出問題就全部不見了 這個也是最近整個關鍵基礎設施在處理上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開始會找可能很多公司 在幫他做很多的韌性提升的處理 那怎麼樣做網路節點的改變 甚至連輸配電的部分都應該要有這個考量 不然你某一個點出問題你可能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是南電北送 對不對 所以中間那個點出問題 北部可能就沒有電了 天然氣的運輸也是一樣 很多的東西我們事實上都由資安這邊 進到了相關就是一併要考慮的幾個東西 所以我們後來就朗朗順口就早期預警 緊急應變持續為運就是談韌性 那有了這些架構之後 我們大概就是從之前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的這個 從無到有 從有到今時應該做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在這幾天 我剛剛提到的各部會忽然提了這麼多 跟資安有關的政策出來 還有這段時間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把產業跟人才當作最重要的 因為產業如果沒有起來 我們的人才沒地方 可是人才不夠 我們的產業也不會起來 所以怎麼樣在需求供給跟各個領域都要有產業 那這個部分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行政院配合這樣的調整 在之後六年的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能夠以這樣子的基調去推動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行政院方案 那之後可能簡宏偉處長會介紹我就不提了 那重要的思維就是政府跟關鍵基礎設施這邊把它結合 所以我本來只負責資安 現在還要負責關鍵基礎設施 關鍵基礎設施除了資安之外 因為還有防災的問題 還有這個人為處理的問題 所以要分工很難分 所以變成 我現在就變成還要處理到關鍵基礎設施的 其他的問題所造成 因為現在複合式的問題很多 所以也很難分工 所以變成政府關鍵基礎設施跟資安產業 這邊怎麼樣在這個公司合作產生效果 就變成是我們這一波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是跨部會要提出各種的 包含投資抵檢包含交易部 對不對 包含金管會的要求上市會公司 那這樣子的東西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配合剛剛早上總統提到的術發部 術發部底下就會成立一個行政法人 叫國家之痛安全研究院 我們很希望這個法 在立法院現在正等著政黨協商 能夠在這個會期 也就是下個月之前能夠通過 那這個一通過我們就會馬上成立 所以這個法通過籌備期 不會像以前要一年兩年 他可能一通過就會開始成立 所以很希望本來很希望是在2月1號就成立了 可是處找不到啦 所以國藥房政委在負責這一塊 他很辛苦 所以我們目前的目標就要在明年上半年 能夠成立 成立之後就會馬上成立國家之痛安全研究院 包含剛剛總統提到的資安卓越中心 跟原來存在的技富中心 可是這整個人力增加的也不多 那資安卓越中心每年培育的人也不多 所以這個都必須要靠民間的合作 然後配合這個交易部國防部的資通電軍 我們也很希望國防部這邊 因為我們都一直說以色列是透過產業 國防產國防之後產生的產業 所以以色列到處可以看到這一兩年 以色列的資安公司一直到美國IPO 對不對 一下子就是幾十億美金 大概最少的都是幾十億美金 有的很小的公司幾十億美金 幾十億美金在台灣都幾百億了 對不對 那台灣的公司 我們很多公司新創表現很好 資本額都五百萬而已 對不對 也就是我們的規模還太少 太小 所以怎麼樣Scare Up國際化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好 那這是 最近資安處在提的人才不足的部分 可是這個數字還是有一些 大家覺得還是有一些問題 尤其政府的 因為政府的數字會出現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我們的資安主管 資安長可能有七千多個 我們資安專責人員可能只有四五千人 所以很多資安長底下沒有人 那因為法規規定要有資安長 所以就是各部會的副首長 各大會副首長都當資安長 底下就沒人 所以資安長比資安的人還多 所以這樣子的不合理現況 怎麼在很短的時間改善 那這個就是我們談落實的部分 那落實的部分我們就會在國安會主導下跟國安局國防部 還有我們執法機關通傳會等等單位 怎麼樣公司來做協作 那所以我們從之前在做基礎環境的時候 很重要的通傳會進到鐵三角 到我們主動防禦之後 情資調查很重要 所以我們把刑事警察局 調查局 納進國安的資安團隊 所以我們對外是說六會計團隊 那就是包含國安會 國防部 國安局 還有刑事警察局 調查局 還有資安處 那這個角色大家就會發現 感覺好像資安處角色少 實在沒有少 只是很多的調查工作 本來就在行事警察局調查局 那我們希望他們負責更多 因為現在資安的 這個大的企業的遇害情況很嚴重 然後政府也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很多 不只透過技福中心 我們還要透過更多的 那尤其我們關基礎設施防禦 我們連國防部 自動電軍都出動 因為那個人力需求相當大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練兵 讓國防部的資通電軍有實戰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座很多人 尤其HITCAM好像都是 資通電軍的顧問跟講師 那這個就是希望大家共同來培養這個人才 那底下才是關鍵基礎設施的幾個 六個關鍵基礎設施 我們關鍵基礎設施現在都 整個聯防也都慢慢建立起來 因為誰出問題 可能別的單位也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聯防通報的機制 就透過這樣的機制能夠隨時建構 所以我剛剛講說為什麼每個月 在國安會顧秘書長跟行政院審副院長 會一起來召開這些政策的工作跟協調 跟落實總統的一些指示 各部會才可以分工 好 那這個後面的幾個細節 我想就給大家參著 這個就是外交部的這個部分是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外交部提了一個資安外交2.0 那為什麼會有資安外交2.0 就是幾乎所有的國家跟在互訪的時候 大家的需求 資安幾乎是跑不掉 所以現在就變成你不管去美國 去歐盟 去哪裡 大家都會希望跟台灣談資安合作 不只在政府 也希望企業 能夠在那邊成立公司跟他們合組 可是因為資安成立 通常他會希望他們對方能夠 擁有比較多股權 這個部分也是大家在推資安國和的時候 進到國際公司 可能要考慮的一點 那後面的這些 我想就用這一頁來談 目前我們在幾個國內的企業 來做這個跨域聯訪 一個近期的相當不錯的一個成果 那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台積電 台積電本來只因為自己出問題 成立了台積電的供應鏈的資安協會 就只針對台積電供應鏈 那後來已經把它擴充到 整個東西把它擴充到國際半導體協會 去成立一個台灣資安委員會 希望把這樣子的供應鏈資安的評估跟建構 甚至某些標準能夠協助去建立 那這個對整個半導體供應鏈就很好 那這個事實上也要謝謝我們國內的廠商 是因為國內廠商在去年發現 很多半導體的供應鏈都遇害 然後就開始提供給這些大廠 那他們做了一些防護之後 他們覺得這些供應鏈現在雖然沒有幫他 可是以後會幫他 然後再來就是TWCCC 就TWNIC這邊成立了高科技資安的聯盟 來協助這個目前的總召是華碩的總經理 那李玉琦教授那邊有在幫忙 也為了這個也開始做了一個勒索軟體的 勒索防護的專區跟服務 有點像剛剛西沙談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整個供應鏈安全幾乎是我們的重點 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顧慮熊秘書長 以前國安會秘書長很少站在第一線 今天本來也是他答應來這邊給talk 可是因為這個時間 就是沒辦法喬好他跟總統後面有一個行程 那否則在之前ID Home 資安大會 顧秘書長是願意跳到第一線 去提政府的資安政策 那在立法院裡面我們備詢 幾乎也有一半被立委問到資安 也都是顧秘書長自己親上火線去回答 因為我們都不用去嘛 所以就他一個人去 所以也沒有人幫他在旁邊遞紙條 所以他只好全部自己打 打回來他說好爽 他居然每一題都答對 都會回得很好 好那最後就用總統的這一張 總統不只在資安覺得非常重要 所以他到每一個會議 他幾乎親自出席 今天本來時間不允許 可是他覺得他不能夠 致辭完就離開 所以他還是盡量挪住 他說致辭可以短一點 他一定要去看一看 整個這個展覽的廠商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調整 那總統最近更注意資安的履歷 就是更多的科技的女性 能夠投入到科技資訊跟資安這一塊 好那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李志偉的這個精彩的演出 我相信李志偉絕對是在台灣 這個資安圈舉足輕重的角色 那其實也非常感謝他長期支持 Hecon台灣海科年會 那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感謝李志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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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